《安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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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怜悠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安乐集》 今天是主师 道措大师 要教我们认识佛门里面的法门的不一样 各位 你们觉得这个法门也不一样呢? 有些人会说 一样 有些人会说 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主师是怎么讲的 我们今天先一句一句来学习 我们看道措大师说 道措大师说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住在一个着火的世界里面 佛往往形容我们这个轮回的世界 就是这样 就是代表说 非常的危险 所以大师说 想起来觉得说 这样很恐怖 这就是佛法 主师跟一般人的不一样 现在的世间人 甚至有些出家人会说 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就哪里有危险呢?我觉得挺好的嘛 哪里是火宅 火界呢? 那这个跟佛讲的就很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现代的人 今天活在这个世界 不难发现这里是一个苦的世界 各位 是不是 其实我们生活上遇到的苦就错不完呢? 听说现在的上班族 过生活也很不容易 有时候 甚至大部分的人 一个人工作赚的钱还不够 所以夫妻都要上班 甚至父母上班 孩子也要上班填补家用 就算没有家庭 单身的人 自己还要做两份工 因为一份工的钱还是不够用 所以现在有些国家 退休年龄从55岁延长到65岁 升到65岁还要继续工作 要不然生活过不下去 像新加坡这个小国家 你看就有很多的外劳 外劳就是从外面聘行过来的员工 那很多新加坡的外劳 其实是从马来西亚过去的 因为靠近嘛 那上次我了解 马来西亚人来新加坡打工的 他们早上15点 可能就要从马来西亚出发 来新加坡上班了 那新加坡下班 回到马来西亚家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晚上11-12点了 隔天15点 又要开始出门 很多人就是这样 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来来回回的 骑着摩托车 甚至路途很多人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 那就会塞车 塞人 空气很污染 有些就因为这样 常年尽性处出医院 甚至在马路上 就这样子突然晕倒 甚至死掉的都有 上次问了一位妈妈 她也是一样 这样子尽心处处 新加坡工作的 问她为什么这么辛苦 每天还这样子坚持 她就说 为了生活 为了家庭 还能怎么样呢? 她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生活费在等着她的 她再辛苦 也是要做下去 不够睡 不健康 也是要撑 应该像这次的疫情 就来得很突然 一下子就传染到世界各地 害到各个国家都要封城封国的 一下子就把经济给锁住 现在每个国家基本上都面对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把疫情控制好 一个是要保护好这个经济 现在如果说它严格的控制疫情 人民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 那如果说人民的经济继续开放 病毒就会大传染 所以真的是进退两难 这就是人世间的苦 佛祖师都说是火界 火宅 就像在一个燃烧的屋子里面一样 有些人生活好一点 可能没有这么辛苦 那其实它也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人一生活好 体会不到苦 或者没有发现苦的真相 整天吃喝玩乐 它就会疏忽了 那到时问题一来 肯定会惊慌失措 因为都没有提早准备 没有心理准备 像上次听到有一个林友分享的 他说 学佛之前 其实过的都是比较世俗的生活 整天做工 上班赚钱 生活的那些细节都不大注意 其实上班工作 赚钱并没有错 因为我们人在世间 总是需要嘛 但是往往就是因为生活太好 太顺的时候 會粗心大意 忽略掉自己生命的根本问题 就这样 每天忙碌的生活 结果有一天 生病进医院 他手脚突然发黑 手脚麻痹 不能动 医生在一旁看到 就说完了 完了 这时候 躺在病床上 才突然醒悟 他想到以前所做的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最有意义呢? 到底哪一个最后能够带得走呢? 其实讲白了 这种生活就像猪一样了 各位 我们看现在的猪 每天吃 每天玩 我们看猪好像很肮脏 其实他们是玩得很开心的 但是 开心 高兴了一辈子 最后看到刀搁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害怕的掉眼泪 因为猪到最后都要被杀了嘛 那人生活太顺的时候 就是这样 没有病 没有生活困难 这时候 大多数的人都会出心大意 甚至跟他讲念佛 还不要 还说讲佛法 讲往生极乐世界很消极 到最后死到临头 见到阎罗王 黑白无常的时候 才来掉眼泪 所以讲白了 人跟猪其实就很像 都是到最后才来后悔 比方说 我们现在看不到就当做没有 说不要紧 其实这样子的人到最后 还没有真的一个人是不要紧的 没有信仰的人到最后都是害怕到要死不死的 所以人在世间生活 遇到障碍很苦 那其实 生活太过顺也是一种苦 他的苦 就是他不知道苦 明明有苦就不知道 那也是一种灾难啊 好像在监牢里面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在坐监牢 还以为说 监牢还不错 那这个不就是危险了吗? 所以道綽大师说 于既自居火界 使想怀步 就在这个世界 觉得说很恐怖 因为不管是逆境 顺境 其实都是拉着我们堕落的 虽然有些人说逆境会让我们成长 但是一般的人遇到逆境是会抱怨的 甚至他学佛都不上心了 像有些人生活太好 他不要来佛堂 但生活太苦的人 他也不能来佛堂 因为没有时间啊 就生活太忙 太苦了 所以祖师说 在这个轮回的世界 冷静想一想 不管什么环境 真的是太恐怖了 都是拉着我们堕落的 你平常可以装傻 但冷静想一想 确实就是这样 祖师没有跟我们说 我们真的还是傻傻的 既然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要怎么样呢? 简单来说 就是要处理 要解脱 有苦 有危险 当然就是要离开它了 你看到火 你还不离开吗? 但是 道綽大师说 虽然佛门里面有大乘佛法 讲发菩提心 在这个世界 生生世世行菩萨道 是可以解脱 离苦 得乐 但是 这是一种很困难的方法 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是选容易的念佛比较好 但是有些人听到道綽大师的答案就问啊 我读一遍 就是說 明明大家都是追求佛法 都是一样的结果 那既然是一样的结果 方法 法门 应该都是一样的才对呀 那怎么说发菩提心在这个世界 行菩萨道是难 反而念佛道净土是容易的呢? 如果今天有些人第一次听到 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怀疑 因为大家一直以来都以为说法门是平等的 那平等的 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呀 怎么会不一样呢? 其实都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法门虽然是平等没有错 但是是不一样的 平等是说目标一样 大家都是要解脱 成佛菩萨 得到安乐 这是一样 但是方法就会有不同 我们看道綽大师就回答 就是说 为什么其他法门跟念佛法门会有分别? 为什么其他法门难 反而念佛法门容易? 就因为法门有分智力跟他力的不同 其他法门很难 是因为它要靠自己修行 智力 念佛法门容易 是因为要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佛力 你靠佛力就容易 但你靠自力就很难 好像说 今天你们来到念佛堂 有些人是坐车到门口 有些人是走路过来的 那你靠机车 坐车 你就很容易啊 那你靠自己走路过来 自然就很难 这就是比喻 为什么念佛法门跟其他法门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念佛是靠佛力 那其他法门是靠自力 像上次在《往生论著》 我们有看到唐人大师说的 所谓自力 靠自己修行的法门 就是一般我们所听到戒定会的修行 那讲戒定会 就是要要求自己断烦恼 那这样子的法门 一般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出家 因为你在家怎么修 怎么断烦恼呢? 在家人顾虑太多 事情太多了 做不到的 你看 在家人 不是孩子 就是太太 不是太太 有亲戚 朋友 一大堆的事情啊 上次看到有些人 自己生病了以后 就轮到孩子生病 孩子生病了以后 就轮到他先生生病 就照顾完自己 就照顾孩子 照顾完孩子 又要照顾先生 这个过程当中 烦恼的事情 就肯定是少不了了 也说不完了 所以你在家怎么能够讲修行呢? 那是说 其他法门讲的修行 你不只说要出家 而且你还要发菩提心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 可能连菩提心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有些学佛人 身出家人 会认为说 菩提心就是做好事吗? 做慈善啊? 那是菩提心啊? 其实都搞错了 因为菩提心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谓的菩提心 是菩萨的心 佛菩萨的心 就是没有分别执着的心 就是平等慈悲 对待一切众生的心 但是我们一般人 能够这样子做到吗? 你看 我们一般人 都对自己的人比较好 但对其他人 通常比较不好的 譬如说 对待自己的孩子要照顾 要存钱给他们 为他们计划 但是非洲的小孩子 肚子饿了就不理 当中不知道 自己的家人不可以饿死 但是别人家的孩子 就可以饿死 不要紧 这当然 对普通人来说 你要先照顾自己的家庭 是可以的 也是应该的 但是 这就不是佛菩萨所讲的菩提心了 因为佛菩萨所讲的菩提心 它是平等的 甚至佛菩萨对坏人也要爱护 就算这个人曾经伤害过我们 我们不但不计较 反而要爱护他 不计较了以后 你还要爱他 爱坏人 爱伤害我们的人 甚至要牺牲我们 来成就他人 甚至有时候不止对人 对其他众生动物也是一样 所以佛菩萨就是有把自己身上的肉 牺牲给肚子饿的老虎吃 切下给自己的肉 给喂老鹰 所谓的舍身喂虎 割肉喂银 就是保护众生 完全地爱护众生 这就是平等慈悲的菩提心 但是 我们一般人能够做得到吗? 我们一般人以为 有不失一点点 这个叫菩提心了 那你肯定搞错了 菩提心甚至命都可以牺牲的 但是对于现在的人 不用讲命啊 一般人拿钱都拿不出了 在讲什么命? 而且 我们有时候帮人还要看是什么人的 还要讲条件的 不平等的 所以道綽大师说 讲菩提心 很不容易的 因为一般人 连菩提心是什么 他都不知道 甚至他错误的理解 你看 使菩提心难逝难起啊 就是连菩提心都不知道 而且 就算你可以发心修行了 但是还要保持一万劫 佛法的讲解是很大的 有些人算过 这个一节差不多有1700万年 哇 我们人一辈子 这个最多才100岁 那一节1700万啊? 那还要1万次这么久 就是你每次100岁 至少要轮回17亿次 每次当然修行到100年 但是要重复17亿次 你才有办法证到这个不退传的菩萨 那道书大师说 我们没有打妄想 17亿次这么久了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就好啦 有些人发心修行 就这一辈子来说 能够保持的有多少呢? 可能都是 今天心情好了 就发发心 心情不好了 就算了 忘记了 讲要救度众生 就是清明节 中元节 父母的忌日 其他的时间差不多都忘光了 我们平常人讲精进 其实你看 都是自己的事情 家庭工作处理完再来学佛的 如果要讲到牺牲自己的生活来学佛修行 大概就没有几个人学佛了 所以要发这么困难 广大的菩提心 谁能发呢? 谁能发乐于保持一辈子呢? 而且佛的标准是1万节都要保持啊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1万节不要做三恶道 就要偷笑了 还是要保持菩提心 成菩萨的 因为佛说过 我们在轮回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在三恶道里面比较多 我们现在出来当人的机会 其实是很少的 我们现在出来三道 当人还是升天的 只是做客而已 做客就是你去朋友家那几个小时 你不会待一整天的 你回到家里的时间 始终就比较多 就是说 三恶道其实是我们的老家 我们现在出来当人 那是来做客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佛说 造业造罪很容易 学好却非常的难 就这个世界 恶缘太多 善缘太少 世间有一句话说 学好三年 学坏就一天了 他一天就可以把我们教坏了 像小孩子 你看小时候 看起来乖乖的 但一出去 甚至上大学的时候 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像之前有一个新闻 好像是发生在台湾的 有一位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大学生 突然有一天来消息说 这个大学生在美国因为犯罪恐吓被抓了起来 一开始消息回来的时候 大家还不相信 因为大家认为这个小孩子从小很乖的 不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可能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结果父母到美国一调查 真的 这位大学生在美国竟然买了1600颗子弹 就是那种真强的子弹 1600颗 被警察当作恐怖分子抓了起来 因为好好的 怎么会买这么多的子弹呢? 当初这个消息 你看传来台湾的时候 大家还不相信 还以为是怪小孩 应该是误会 但是 都忘记了 我们这个是污染的世界 在污染的世界 学坏你一天就够了 当然这么讲 不是说要当父母的人担心 如果从小有宗教信仰 佛法信仰的也就还好 或许不会有这样子的偏差 现在说的是要我们认识清楚这个世界 在轮回里面 学好太难 学坏太容易了 我们也不要讲别人 我们讲我们自己就好了 我们想想看 我们这一辈子 你是想佛法比较多 还是想世间的东西比较多呢? 肯定想世间 还是烦恼多啦 你一天学佛多久呢?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但是各位 一天有24个小时呢? 你才学佛一两个小时 你算什么呢? 学好的不容易 更何况要来出家 甚至达到佛菩萨 菩提心 菩萨道的境界 还要保持生生世世 那我们几乎是生生世世 在三恶道比较多啊 所以怎么能说 其他法门那些靠自己修行的法门不难呢? 真的是 像祖师菩萨所讲的太难了 但是念佛 他就很容易 为什么? 因为他是靠阿弥陀佛救度的 不是靠自己修行的 祖师说 这就好像我们讲的坐飞机一样 古代没有飞机 古代是说 做这种转轮胜网的轮船 你用现代话来说 会坐飞机吗? 就是说 一个残废的人 他手脚没有力量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 甚至爬都爬不起 因为他手脚已经不能用了 都残废了 但是现在 有一辆飞机架到他的面前 把他载上去 所以 虽然是残废的 虽然连爬都不能爬 但是 他可以飞到犬天下 为什么? 因为这是靠斐机的力量 所以 什么叫做念佛人靠阿弥陀佛呢? 就是念佛人 可能他连最基本的五戒十善 都没有办法做到圆满 可能他烦恼业障的都很多 可能他犯的 都是善恶到贪生死的业 就好像一个人都残废了 什么都做不好 那这样子的人 如果说要靠自己修行 连基本下一次当人 可能都还当不了 但是不要紧 因为念佛法门 那是靠阿弥陀佛救度的 阿弥陀佛这个手伸下来 就是要拉住念佛人的 所以念佛人 虽然说业障多 不会修行 但是因为有阿弥陀佛这个慈悲救度 所以他也是能够解脱到尽头去 这就是靠佛力的殊胜 特别容易 因为不靠自己 全部都是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所以印光大师也说过 来生做人 比临终往生还难 生西方 比求来生做人尚容易 以账佛力加倍顾 大师说 现在讲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比你来生发愿 在做人更加的容易 为什么? 因为来生要做人 至少你要靠自己修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 其实讲很容易讲 做起来很难 祖师都说 如果你要严格 也只能勉强要做到一点点而已 都不敢说自己完全能够做到圆满一百分的 但是念佛往生净土就不同 因为这是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就算五逆十恶的人念佛 也可以被佛适取到净土 那一个是靠自己修五戒十善 一个是念佛完全靠佛的救度 那当然 靠佛力救度的往生净土 自然比靠自己修五戒十善 来生做人 就更加容易了 所以为什么说 很多的在家人在念佛法门都可以得度 因为这是靠佛力的法门 跟其他靠自己修行的法门是不同的 所以其他法门通常还是讲旧出家 进一步要发愿 发心修行 生生世世 但是念佛法门就不谈出家不出家了 自古以来出家 在家念佛都可以成就 毕竟这是靠佛力救度的 当然 在家人虽然说生活烦恼多 但是只要每天有念佛 还是可以照样的成就 甚至 不用说在家 佛说五逆十善的众生 最后念起身佛 照样可以得度 那像英王大师常常说的 如果连五逆十善都能够念佛成就的话 那谁还不行呢? 难道有众生会比这个五逆十善 阿比帝约的众生还要差吗? 当然 是没有的 所以念佛法门自然 它就成了我们佛门里面最容易的法门了 在《三宝感应邀约录》历史里面有记载 当时有一个人 他性格很坏 虽然早年 他是有遇到佛法了 又遇到法师给他开示 但是 他完全不相信 直接就说 哪有什么因果报应 三世轮回的 都看不到 他就完全不相信 而且他天天就是杀生打猎 杀动物卖肉的 过后生病了 就病到严重到要死的那一种 就没有想到 那个时候看到地狱像的现前 之前 他说 伤害的动物 全部都跑出来讨命债了 他一想就惨了 怎么会这样 原来真的是有报应的 这也知道了 所以 赶快请出家师父来救命 所以各位 你看 当出家人很不容易的 平常我们可能会被人家骂 胡说八道 但遇到鬼的时候 遇到我们救命 那那位法师看到这个人的情况 就跟他说 你平常都不信佛 现果报 现前也要死了 真的没有办法救了 但那个人还不放弃 他就说 师父 你再想一想 你读过的佛经 看看还有没有这时候能够救病的法门 但那位师父突然脑袋里一闪 就讲到 佛在《观经》讲的 五逆十二 地狱向现前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案例 哇 这个人一听就高兴了 因为佛说的地狱 他现在看到了 是真实 不假的 那佛说的念南无阿弥陀佛 可以下到地狱液 可以得胜净土 那肯定也不会假 不可能 一个假 一个真 一个真 一个假 那两个肯定都是真的 所以 我现在念佛 也决定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去 不会堕落地狱的 真的 这个人就开始 听到过后 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 只是没有想到 他念不到死神的佛号 就和家人 跟这位师父说 我已经看到阿弥陀佛从西方来了 阿弥陀佛也带了一群数不清的菩萨圣众一起过来 而且还放着光明 照着我 阿弥陀佛的手垂下来 就是给我一个莲花宝座了 他说完 就断气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历史记载的一个真实公案 所以各位 这就是佛所讲容易的法门 念佛之所以容易 并不是因为佛号很简单念 佛号很容易念 很简单念 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主要来说 是因为我们念佛人 可以靠上阿弥陀佛的佛力 靠佛力 就像刚才所讲的 就算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修行的力量 就算我们完全的是罪业 但是念佛照样的有效 阿弥陀佛都能给我们消业 因为这是靠佛力的 那连无逆十恶的人都可以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更何况是我们呢 是不是? 那刚才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啊 他一生都是照业照罪 一辈子都杀身打猎的 早年遇到佛法 还讲佛法的坏话 最后病到要死不死的时候 才想到要念佛靠佛 结果你看 念不到十身的佛号 真的 地狱消去 阿弥陀佛就到了 这个也是因为他说明到了嘛 所以才会这么快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应 那我们今天念佛超过十身 超过一百身 超过一千身 阿弥陀佛其实也到了 只是我们还看不到而已 因为我们的寿命 毕竟还没有到 不像刚才那个人 他毕竟已经病重临终了 所以 想想看 还有谁念佛不行的呢? 我们再严重 至少不会比五逆十恶 或者刚才那个人还严重 因为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念佛了 我们不是要像他一样 等到十的时候才来念的 我们懂的佛法 肯定比他还多 因为今天听了这堂课 肯定比他懂得多了 他不知道什么叫皈依 不知道什么叫佛法 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是似懂非懂 只知道念佛能够救他就对了 那在病中的情况 不可能说还可以了解佛法的 那法师也没有跟他讲什么 而且他是杀生打猎一辈子的 杀生打猎一辈子 那是很恐怖的 各位 因为他都不知道是杀了多少的众生 如果一天他只杀一只就好 他一年就杀了365师 那10年就杀了3000多只 更何况 如果不只是10年 那这个债就算不完了 但是最后 他念不到十身的佛号 就消掉业障 就因为这是靠阿弥陀佛救读的法门 不是靠自己修行的法门 其他靠自己修行的法门 真的就没有希望了 像刚才那位法师看到第一眼 他就知道没有救了 有种情况 你不可能再教他看什么《金刚经开悟》的 他也不可能再打造残禅等等的 所以靠自己修行的法门 这种业障现前到要死不死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救的 但是念佛就没有问题 毕竟只要念佛 你就能靠阿弥陀佛能来救我们 不用靠我们自己修行功夫的 这当然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刚才那个人念不到十身的佛号 就把一辈子的沙业全部消掉 就是这个道理 不像其他法门要需要修个三大阿僧七戒一万戒这么久的 当然这么说 阿弥陀佛并不是说要让我们造业 不是说要我们现在就不念佛 不過各位 我们也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 其实是有很多种人的 有些人就是善跟好 平常遇到就开始念佛 但是有些人就是劣根性 像刚才讲的公安的主人翁 以前遇到还诽谤 有些人就是要这样等到临终要死不死的时候 才来念佛的 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子 就说阿弥陀佛不救他 因为人的因缘毕竟都不相同 有些人就是平常的缘 有些人就是临终的缘 所以不管是平常念佛 还是临终念佛 阿弥陀佛始终都会救度的 说这个例子 也只是让我们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有信心 要对阿弥陀佛的救度有安心 因为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人都能够成就的话 那我们一定是欢喜的啊 各位 你们听到这个故事 请问你们欢不欢喜呢? 有没有信心? 当然 听到这样子的故事 信心肯定就生得起来了 所以 这就是佛说 五逆十恶念佛得度的目的 也是说今天说这个故事的作用 一般上 如果说平常我们已经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 其实我们也是会随缘随分劝别人念佛的 因为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自然会跟自己身旁的人分享 像上导大师所讲的 就自信教人信 真诚报佛恩 你看 像我们有些联友 就会来道场发行当义工 护持道场 有些跟着我们 过后就出家了 这几年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每年其实都陆续来到我们这个教传梯度的 简单来说 不是出家 就是出力 不是出力 就是出钱 就是因为认识到法门的好处 自己得到利益了 自然有这样子 报答阿弥陀恩德的护法表现 就是当我们为阿弥陀佛做事 无形当中 我们自己的信仰也会更深 因为常常就跟佛在一起嘛 所以 要发行做阿弥陀佛手小的 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 最好要出家的都能够联系我 我们网站都随时可以看得到 那就算现在有些念佛人 真的没有因缘在这个世界发心 像有些人年纪大了 他没有体力付出了 甚至有些已经病倒 躺在床上了 其实都不要紧的 等到念佛到了净土 他自然也可以发心 那个时候 他甚至可以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可以寻生救苦了 所以佛法跟世间法的观点 它是不一样的 阿弥陀佛是看到神神世世的利益 并不是像我们普通人 只看到这一生而已 所以 这个法门就是这样子的简单殊胜 人人都可以得度 甚至三恶道的众生都行 如果说今天有不能得度的人 大概就是那些不信受的人而已 那那种人可以说 比五逆十二还要差了 虽然五逆十二业障还是很严重 没有错 但是人家至少愿意接受阿弥陀佛 那也是一个大转变 大转弯 华人讲的 浪子回头 经不患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相信 不愿意接受阿弥陀佛 那虽然现在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但是 他会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的转 甚至佛说的 以后可能在三恶道的老家度过比较多 毕竟说 佛世界恶缘太多了 他这一生不堕落 很难保证他以后也不会堕落的 有些历史公案就讲到一些出家人 他就没有办法再轮回每一世的生命 都保持出家的身份 那一不小心 哪一世 糊涂 造义就掉下去 就出不来了 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最后 还可能被那些念佛的五逆十二可怜 因为五逆十二的众生 在这个世界虽然被人家看不起 但是人家念佛到净土 现在他跟阿弥陀佛关心菩萨一样了 人家现在是阿毕八字菩萨的 可以广度十方众生了 所以这就是阿弥陀佛救度愿力的特别 所以认识到这么好的事情 我们怎么可能不接触念佛呢? 你看 简单 容易 又殊胜 谁不要呢?是不是? 我们苦难的人生 终于就有一个解脱的机会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学习的重点 今天学习的重点是讲到法门的不一样 道错大师是说 念佛法门以外的法门都是困难的 因为其他那些法门都要靠自己的修行 而且所修的都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那些都是很难做得到的 就算你可以做得到了 但是你要保持修 修个生生世世三大二生起劫 所以就很困难 一不小心 男士遭遇太多 掉到三二道就出不来了 但是念佛却很容易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念佛是靠阿弥陀佛这个佛力的慈悲救度 大师举出一个比喻 像残废的人 他虽然不能走路 但坐飞机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我们众生可能念五戒十善都做不好 但是念佛就能够靠上阿弥陀佛的大怨船 阿弥陀佛能够互念着我们 最后把我们护送到净土去 这样就圆满成就了 而且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念佛而已 每天念佛 就算一辈子 我们讲最多一百年好了 就一百年每天念 反正你每天都是要讲话的嘛 那你每天念佛也没有什么嘛 那比起其他法门要修个三大生起劫苦修 那是容易得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念佛法门跟其他法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这堂课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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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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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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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南無阿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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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离佛山问训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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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